猴子 嘿嘿 我是尷尬的 所以你自己覺得 跟男主角真的像嗎 我想 我不是為了女孩子去騎車 你像是一隻猴子 我已經變回人了 和張君寧吵架 笑談山道猴子 阮晶天 我已經變回人了 他說他想結婚 所以我們大吵一下 之後我就再也找不到他 直到我剛剛看到他 是你說三次了 首度擔任監製監獄主角的 張君寧再度合作 好友阮晶天 認識16年 他們要在芯片 查無辭心中反目 我們在最後一場戲的時候 甚至吵起來了 就是他要不要打我這件事情 你還在那邊 你還在小店家嗎 我但我不在那個家 好囉 那是吵架完之後 有進行那個和好的步驟嗎 還是就... 當時沒有吧 當時因為對事情 我每天都買早 幫你點早餐 還沒有 對 他每天都點早餐給我吃 是個膚淺的女人 發動 引擎發動 引擎發動 過去的愛刨山的人今天 其實在月初才發生擦撞車禍 所幸彼無大愛 今天出席活動 看起來一如既往的陽光雙浪 當沒問到山道猴子這一題 剛才小天已經說了 他已經是人了 他不要演 大家這個東西 開玩笑歸開玩笑 其實我自己也有交通的狀況嘛 那更多的應該 嘿嘿嘿 笑得這樣 那個狂 除了嘲笑以外 我覺得更多的是 應該還是希望把這個東西 稍微導正一下 因為它畢竟是現實生活 很多發生的事情 那的確 這個事實上有可能的確 大家嘻哈笑一笑 就想要過去了 而且其實應該不只是只有嘲笑 應該還有別的事情或意義吧 啊